而暂时看美国的经济数据来说,放缓是一个大趋势 未去到经济衰退等等的状况 所以美股我们暂时不希望有一个很深的调整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回由年初至今,环球股市的整体状况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波动大小问题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市场的风险因素都是由乌俄局势而引所带来 比如,带来的风险就是说地缘政治因素,随时有机会打仗 和平红利,就是说很多国家要加大国防开支 还有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说很多能源价格高企等等 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通胀威胁,就是帝障问题 所以暂时来说,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消化这些消息 不过你博一样东西就是最坏事有意的 如果你说美股上面,我的看法上面就审慎一点 始终升了两年就很开心了 你讲第一季是两年来,首次有个季度回跳 幅度又不算多 如果你跟环球股市比较上来的时候 你不排除有些资金流出去炒股值落后的地方 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那裡 但是你说会不会第二季开始环球股市的走势开始分化 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样东西 短线来说其实是在做这一样东西的 港股的整体表现都很久没试过跑赢美股 我们觉得短期来说有这个情况发生 所以拭目以待 我想第四季第二季或者四月份这段时间 我们不会定一个方向,想怎样走 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见不见不见不见的 没有人想过乌俄局势两月多爆得这么厉害 也没有人想过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战局没和平,没完全解决的时候 市场有不在乎或者不害怕的状况 市场是变得很快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美股方面 主要关注这一样东西就是联储局的加息步法 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简单一点看就是看那些经济数据 究竟显示美国的经济放缓到一个什么程度 如果力度越大的时候 美股向下的动力就会越高 但是大塌市这些状况 暂时来说不会建议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每次债息出现倒挂的时候 会有一样东西叫共通点 有什么风吹草动 市场就会崩塌很厉害 所以未来美股方面 就不要轻视一些突如其来的风险因素 但是说没有市场的时候 债息倒挂不代表市场一定会崩塌很多 我自己的焦点都是放在港股为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